记者调书林云林报道,云林县台西乡离爱居民30人联合向六青求偿, 继RCA案后成为各界瞩目环境公害案, 历经2015年首次开庭审理近三年毫无进展, 今天再度开庭,院方裁定送还保署鉴定, 自就会判实质审理,物草率结案指控六青带来环境污染, 让自身及家人陆续离爱,受害居民组成云林县台西乡六青污染伤害联合求偿自就会, 并以云林县台西乡离爱居民联合向六青台湾塑胶,南亚塑胶, 台湾化学纤维,台素石化,麦寮气垫等五家公司求偿, 包括死者丧葬费,家属精神付卫金, 在死者医疗费用,减少工作能力损失等共七千零十七万六千九百八十六元, 自就会总干十五日回自己的三叔公,五叔公离肺癌及四叔公干癌, 自肤胃癌,四十二岁外症口腔癌过世, 不满台素律师要求居民证明在何年何月何日, 哪个时间点,从哪根六青烟窗,吸到哪个物质,吸入多少剂量, 才导致罹患哪一种癌症,否则不能指控罹癌源于六青, 云林县府委托台大进行的流行病学研究, 却被指成个人研究,让人无法接受, 恐怕男神也办不到,自就会委任律师翁国宴, 洪嘉诚今天陪同自就会长黄元和,吴日辉, 林复原及云林前台养殖协会理事长林进朗等人, 公民监督六青促进环境权行动平台, 台西乡六青污染伤害联合求偿自就会, 台湾人权促进会,绿色公民行动联盟, 彰化县环境保护联盟, 环境权保障基金会兜道庭声援, 高举六青致癌,法官救命, 毒气日日吹,法院鸡甜甜等看板, 期待法官能比照RCA案, 中石化胺顺畅污染案, 做出明确的审判, 在明道大学教书的黄元和说, 今年是六青营运满20年, 高获利背后所带来的空气污染, 牺牲的是居民健康, 他的父母亲先后离癌, 家族中离癌者超过10人, 希望透过提告六青的行动, 得到法官的正义支持, 黄元和说, 2015年8月, 他们74名原告组成台西乡六青污染伤害 联合求偿自救会已满3年, 相较于RCA案已被最高法院认定为公害污染, 这三年来, 法院开了十多次庭仍未认定六青污染造成居民健康损害, 甚至六青律师团还在争执六青污染不是公害事件, 诉讼尚未进入公害诉讼中流行病学因过关系的认定, 强烈要求院方实质审理, 不应草率结案, 台素委任律师吴雨学强调环保与经济应病重, 只有亲自设厂以前经过最严格环评, 到营运以来都是依主管机关严格审查检验, 原告也提不出排放气体与导致居民离癌或死亡的资料或证据, 自救会委任律师翁过宴, 洪嘉诚邀请六青负责人到台西实际驻五年, 也反驳六青律师及所提数据都是断章取义, 曲界数字, 切割离癌数字, 期盼环保署鉴定供法院审理参考, 还抬西乡民一个公道。